芥辣是否芥辣? 和牛是否和牛? 松露游原來沒有松露 咖啡還是不是咖啡? 我們平時買的究竟是甚麼? 大家好,我是梁芝玲 平時經常買菜煮飯 只不過我們是否真的清楚明白 自己買的是甚麼呢? 今集和大家逛逛超級市場 廣告回來,看看我們認識多少 和大家介紹 Cambly 來自美國矽谷的一句一網上英語教育平台 讓大家看看我第一次在Cambly 學英文的真實情況 一早起床,有很多網路訓練 我叫她了,真的隨時隨便 已經接通了 嗨,早安 你從哪裡?我是Catherine 我從香港 嗨 嗨,早安 早安 早安,您好嗎? 我沒有試過又不用預約課 又不用計劃自己的計劃 總之一起床,我想上課 我看看有甚麼人在網上 我按按鈕 她已經很準備好 很flexible 而且是有很多老師選擇 除了英國 還有加拿大 美國 還有很多其他地方 Cambly有超過40萬用戶 想針對國際考試又可以 提升商務英文 旅遊英文又可以 只要你肯開口說 就有老師等著你 現在,按入Description box裡面的連結 用我的關鍵字 BACK PA2023 就可以用一元美金 體驗30分鐘課堂 選擇超過45000位Cambly本地導師教的各種課程 也可以同本地導師進行水平測試 試用之後 還可以額外拿多15分鐘免費課堂 還有最高半價優惠 想英文更進一步 去Cambly了解一下 那問題是 你可以看的 我猜到你問不問 其實芥末是不是真的用芥末做的呢? 市面上有大部份日本芥末 它不是用芥末做的 大家知不知道用什麼做的呢? 死警 我連你的問題也猜了 那你的答案是 答案就是 Horse Radish 辣筋 不是日式的人才吃芥末 Sunday Rose的時候 除了Demaster 它還有Horse Radish 是一個白色的 你不用準備有台東西啦 其實這條片 就是這些啦 它是做出來白色的 大家買回去試試看 好像吃芥末一樣 因為那些芥末就是染了綠色的Horse Radish Horse Radish 是歐洲常見的辛辣調味料 雖然Horse Radish和芥末來自不同的植物 但是它們都有二流情酸子 這種化學物質 所以兩樣食物都會工備 為什麼我一網 怎知道真的成分是芥末 剛剛說的東西等於廢話 第一個成分已經是叫Horse Radish 31.7% 然後第二個成分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 是一樣E420的數字 E420被稱為山尼糖醇 是食品添加劑 屬於糖醇的一種 糖醇是帶有甜味的化合物 熱量比較低 經常用來逐代糖 咦 有芥末的 有4.5%的芥末 接著有Potato Starch 因為想把這個醬做得稠一點 它是Made in Japan 即是Made in Japan也是用Horse Radish 那你剛才那罐Horse Radish 它的成分是什麼 咦 我們來看看 剛才那個是1.75磅的芥末 這個是54P 大罐很多 它第一個成分是Water Sugar 第三個才是Fresh Horse Radish 只有18% 還有Horse Radish 有15% 即是它新鮮Horse Radish 就18% 再混一些普通Horse Radish 15% 那它加起來又有 又有 15% 為什麼 23% 23% 33% 但是起碼 它是沒有任何E420 它是哪裡做的呢 它是在UK包裝 大家可以試一下 吃壽司 用它會覺得怎樣 這題成功 你為什麼拿著蝦 今晚要吃了 我聽到你說truffle olive oil 這個範疇很陌生 問題是 你覺得它裡面有多少truffle的食物 通常這樣問 就一定有不多 會不會它比較多香味 令它像truffle呢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看16%有沒有 開估了 試試 0 olive oil truffle flavoring 就是這樣 完全0 truffle 太差了 猜不到0% 它的truffle flavoring 是一種化學物質 但是它有沒有寫出來 你猜不猜這種化學物質 是在哪裡提取的 我猜牛肝粉也提取 不是 是菇 不是 不是菇 是植物嗎 我給你四個選擇 好 是泥土 二是石油 三是樹幹 四是細菌 這些選擇這麼相似 我會猜一些是earthy的味道 第四個細菌那麼凌雷 我會先飛走樹幹 我猜這個最爆炸的石油 叮嚕叮嚕 松露橄欖油裡面的松露味 很多時是取自石油的這種化學物質 二甲流肌甲圓 這種物質也可以在植物找到 例如蘑菇 洋蔥 蒜頭等等 其實我也沒有吃過原子醬 但是那時候我去俄羅斯 是看到很多卡比亞的 20%牙齒 其他就是一些鹽、奶、檸檬汁 它是一粒粒的 卡比亞一般源自某一種魚 就不是牙齒 我給你一些選擇 一是阿拉斯加雪魚 二是飛魚 三是沉魚 四隻多春魚 阿拉斯加雪魚 還有沉 我想猜阿拉斯加雪魚比較多 但是我記得卡比亞是 古斯又很成長 它是不是會有阿拉斯加雪魚 還是沉魚呢 都是阿拉斯加雪魚 阿拉斯加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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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明太子 阿拉斯加雪魚 阿拉斯加雪魚 沉魚的問題是什麼 Sturgeon 沉魚 是非常古老的魚類 公元前六百年已經有記載 可以活到幾十歲 甚至過百歲 牠們的魚子 需要很多年時間才會成熟 加上過度捕捞 水質污染等等 令卡比亞非常罕有 而現在我手上超級市場的一種 就並不是魚子醬 這一瓶四磅不是像西班牙 又鹹又香的味道 這樣黑色的 好像有很多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牠不像蟹子魚子那樣會爆的 牠好像啫喱一樣 你咬牠不爛 然後直接吞下去 可能牠就是啤出來的 牠並不是真正的魚春 一點都不會有一個磨 咬爆的豬的感覺 我們亦發現用Lum Fish Roll 圓旗魚子仿佈的魚子醬 Lum Fish和沉魚的魚子 不但外觀上很相似 都是小小粒 黑蚵蚵蚵 閃亮亮 而且質地很接近 大罐本身買5磅 現在特價3磅 這顆小粒極多 小粒一點這隻有沒有不同 絕對有 是爆了不得了的 牠不會打牙 咸超多 這個自稱Caviar的魚子醬 真的有吃魚子的感覺 這個Hering的產品 就沒有的 你覺得好像是吃啫喱 這樣試完之後 平時在超級市場 放在貨擠 你以為是魚子醬 但吃下去的質地 原來是有這麼大的分別 黃牛和牛 蘋果醬的市場 開始有得買 這間有 Waku Rum Steak 還有Yaku Reap 這個要7磅4-9-1塊 相比起普通這隻Riff Eye 3磅9-9-9 都相差接近一份 它是100%的英國牛肉 即是英國和牛 你知道和牛的特色是什麼嗎 和牛是一種Brief 特色是什麼 就是它的油花分佈很平均 比起這塊就完全沒有Marbling 傳統來說 和牛是只來自日本的特殊品種 受到特定的致養標準和認證要求 和牛有很多特色 例如Marbling 雲石花紋的脂肪分佈 令肉質很嫩滑 較高的脂肪含量 令牛肉在口裡融化 帶來獨特的風味 英國有個協會叫做 英國和牛協會 根據它的網站 就說2022年 即是去年 總共有17,083隻和牛 在英國出生 你知不知道當中有多少隻 是純種的和牛 純種是 因為他們會侵一些 只是爸爸是和牛 但媽媽不是和牛 你猜一下大概有多少隻 17,083隻 是100隻 是0隻 是純種 你也猜得很接近 很接近 很接近 90隻 1,150隻 我猖忍有接近 即是沒有十分之一是純種 為什麼純種這麼難呢 因為他們對於和牛的出口是有管制 日本曾經經歷了一段很長時間 就是他們不會出口和牛 第一隻和牛在1976年 在日本運到其他國家 你知不知道第一隻和牛 遠洋的國家在哪一個 就是美國 就是美國 為什麼你知道 很有繩子 之後他還送了牛 去澳洲 英國 他們就在當地自己陪众 即是英國的和牛 都是首先來自日本 自己在傳宗接代 即是移民過來 生了很多英國版的和牛 他們就定居了在Yorkshire 你平時有沒有喝直溶咖啡 有的 成分有 Sugar Skin Milk Powder Glucose Serum Coffee 12% 在它12%的咖啡裡面 它有Instant Coffee 和Ground Coffee 有什麼分別嗎 你知道兩隻嗎 平時去咖啡 喝一些新鮮即磨咖啡 它是咖啡豆 Rose了 攪碎了 然後就碎取了 那些咖啡出來 那些應該就是 Rose and Ground Coffee Instant Coffee 佔成11%的是什麼呢 還有一些咖啡 可以是 在磨碎咖啡豆以外 出現的咖啡 Instant Coffee 即溶咖啡 是經過咖啡碎 碎取 再做乾的咖啡粉 可以快速在熱水裡面 完全溶解 雖然風味可能比 即磨咖啡淡一點 但是在忙碌的早上 省下磨豆 過濾 這些複雜的步驟 而且可以長時間保存 令它仍然是受歡迎的選擇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將Ground Coffee 做這麼多步驟 變回做Instant Coffee 因為Instant Coffee 可以完全溶在水 當你喝的時候 你整杯 你都可以喝光 因為Ground Coffee 是要 Filter 那它也是想方便 所以搞這麼多東西 今集這麼多條問題 你又答對多少呢 如果你都想知道 日常接觸的食物究竟是什麼 留言告訴我 一起了解多一點 想支持我們的製作 歡迎加入成為會員 或者試試右下角的 超級感謝功能 也可以分享給多些親戚朋友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字幕作為大家